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很多的朋友都很就是经常很焦虑的问题 为什么焦虑呢 因为感觉排毒养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东西 我也不知道怎么配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配方 只要是有个人可以教教我就对了 其实啊 很多的好的食材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普普通通的食材是最好的排毒养颜的食材 那是什么食材呢 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非常简单的两个食材 每一家每一户 而且是经常吃的食材 它是什么呢 第一个黄瓜 我觉得黄瓜是一个我非常喜爱的一个蔬菜 黄瓜呢可以各种各样的吃法 而且呢 它有最好的一个方法呢 就是可以排毒美容 可以排毒美肤美容 为什么呢 你比方说大家都知道哈 比方说有些人是那个就是那个黑眼圈啊 什么眼圈很肿啊 哎就一个什么方法呢 就把那个黄瓜切一片贴在脸上啊 就OK了 所以它有很好的一个收敛 而且一个收敛的作用 就是把你那个肿啊 消肿 而且呢 它还可以让你的皮肤呢 没有那么多的黑色素 它可以呃 你要是吃它呢 可以把你身体的黑色素把它代谢掉 也就是它有 它是一个很强有力的排毒的一个一个功效 而且它呢 为什么呢 它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它有一个很好的利尿的作用 也就是让你的循环加快 可以增加你的新陈代谢啊 大家都知道 那个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黄瓜里面有一个成分叫黄瓜酸 哎 它可以呢 促进你的那个新陈代谢的一个作用 所以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排毒养颜的功效 好 这是第一个食材 那么第二个食材是什么呢 那就更简单了 苹果啊 就两个食材 就可以让我们达到排毒美容啊 的一个很好的效果 那么他们两个人 为什么要我选择这两个呢 因为啊 这两个是绝配啊 很多人知道黄瓜汁很好 但是觉得黄瓜 但是觉得黄瓜汁呢 就是纯黄瓜汁呢 就是很多人就不喜欢那个味道 觉得很难入口 那么我们把苹果加进去了 那么就喝起来就很爽啊 苹果大家都知道了哈 苹果有苹果胶啊 经常我们说的一句话说 一天一苹果 医生远离我 就是我每天吃苹果 我可以提高我的免疫力啦 增强我的抵抗力啊 我就可以不用去医院了 对吧 这是我们大家一个就是 经常狼狼上口的一句话 那么这两个配在一块呢 它就有很好的功效 第一个减肥啊 凡是凡是想减肥 或者控制体重的人 他们都会寻找那个黄瓜和苹果 那么我们呢 今天就把它合在一块 合在一块怎么吃呢 榨汁 好 那么今天呢 这就是我已经准备好了的 黄瓜和苹果啊 因为我呢 就没有买到那个有机的 所以我把它的皮给修掉 如果有有机的 那个黄瓜呢 就不用修皮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把它来切 切来以后呢 就用我们榨汁机 就把它榨成纯枝 榨汁钱呢 因为我们是生死 所以我们要注意保护好 那个要要要讲 要有卫生哈 所以我就戴一个手套 然后我就来把这个切 切呢 就是不要切得太小 就是不要切得太小 因为我们这个榨汁机呢 不需要切得太小 就把它切成一个长条 就这种长条 我今天呢 准备的是四条黄瓜 好 我就准备了这四条黄瓜 这个配比呢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这个配比呢 自己可以自己掌握 比方说你喜欢口感好一点 就多放点苹果 我呢一般都是一半一半 也就是说比方说 我四条黄瓜榨出来汁 我一会看那个汁榨出来是多少 那么我就配多少毫升的 那个榨出来汁的苹果 把它混合在一块 好我们现在就开始 好很快 我们很快就把这四条黄瓜就榨完了 我们看看 好你看 你看我们这个四条黄瓜差不多榨了有350毫升 350毫升左右 那么我呢就会配350毫升的那个苹果汁 这个苹果呢 我跟大家分享过哈 就是苹果一定要选红皮苹果啊 因为那个红皮苹果的 它的花青素的含量是最高的 对我们身体是那个最好的啊 就红皮苹果 我们就把红皮苹果呢 把它把它切成块 然后不要那个中间的那个芯子啊 那个糊中间的苹果糊不要 好我们先开始来炸 这个也是很快就炸完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有多少啊 这个也差不多 你看也有差不多300多一点点吧 其实这个不要太准确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呢 我就怎么 我是怎么喝的呢 我呢就先把这个黄瓜汁 我就会倒在杯子里 其实蛮简单的 就是两个混合就行了 这个把它混合 我就会把这个呢 你看 混合在一块 就混合 混合 喝起来非常爽口 而且这一混合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就是可以那个控制血压 很多人有血压 因为很多的那个就是观看我视频的网友 都是那个年纪比较大的一点 人们都喜欢养生 喜欢养生呢 那么就就要经常喝一点这个黄瓜苹果汁 它可以稳定你的血压 所以非常好 而且呢 它可以逆尿啊 也可以让你就是让你那个肠胃啊 很舒服 因为喝进去以后你就觉得肠胃很舒服 因为它排毒嘛 它促进你的新陈代谢 它就会让你尽快的排毒 那么很多网友就会问我 那我什么时候喝啊 呃 我一般是在两餐之间喝 因为你要是你就是我呃 你吃太饱的话喝它 你要是吃太饱 刚刚吃完饭去喝喝这个果汁的话 你就会觉得呃 这个就是因为吃太多的话 它那个肠道蠕动的就就会慢一些 那么空腹喝呢 它的吸收是最好 所以两餐之间呢 一般你就就会饿一点 那么我喝它呢 哎就有一个很舒服很饱腹的感觉 而且呢 把上一餐吃的一些就是一些也呃 一些毒素啊 或者一些因为我们吃东西说实在话 病从口入嘛 吃东西很容易吃一些就不健康的东西进去 那么正好用它呢 干嘛呢 就大扫除啊 就是把你的身体啊 呃扫除把它清除一遍啊 就是我两餐之间吃是最好的 那么吃多少呢 就是你爱吃多少吃多少 哈你比方说我中午和早上之间 我想喝了啊 我我做一点 我我喝一天 我把早上的毒排出去了 那么我下午的时候 我把中午的毒素排出去了 啊那么很多人就会说 那我做我怎么做呢 我一次怎么做一次 这都猪多了不是氧化了吗 所以你最好是在做一次以后 一天就把它喝完 不要放长了啊 马上做完以后不能喝的 可以放冰箱 最多保持几个小时 就今天我一定要喝完 明天就氧化了 所以喧榨果汁 它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就是它可以很容易的进入到你的身体的细胞里面 让你的身体很快的产生作用 因为它的那个打成汁了以后 比吃苹果 它那个作用会更强 更好 好今天分享的黄瓜苹果汁 希望喜欢我的朋友们经常喝 只要家里有黄瓜和苹果就喝 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而且是老少皆宜 小朋友老人都喜欢喝 如果觉得太冷 哎你可以把这个黄瓜和苹果 把它用热水啊 稍微烫一烫 因为刚刚从冰箱拿出来 稍微烫一烫 烫一烫以后呢 再炸汁它就是常温了啊 就就会很好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